那个制定公居列除了打那个CUI的这个指令之外 其实在那个我们的右下角 这边有个叫制定 其实制定点下去一样会跳出那个 叫做制定使用者界面的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里面 那里面的话就是你可以去增加你的所谓的什么呢 它这边有个公居列 公居列部分预设会有这么多公居列 那这些公居列之外 那你也可以自己增加一个公居列 比如说我们上礼拜有增加一个叫公居列一 增加的方法的话呢 就是直接你在上面公居列上 按右键会有一个叫新公居列 你公居列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按右键新公居列 比如说再增加一个 这边就公居列二 比如说我打一个麦 这表示这个是我的 或者打一个我的公居列 我的 那你可以把你常用的功能把它放进来 那常用的功能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找 比如说常用的一些功能 你可以去针对你要的 比如说档案啦 档案的部分就会出来了 这些那你常用的 你可以把它放进来 比如说像这边的话 常常常会用到像出图好了 比如说你把出图丢进来 那这边的话放过来 那这边就会有个出图的指令 它会多一个按钮 另外的话 其他像是比如说常用像绘制好了 绘制里面比如说3D曲面 那你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 那其他你只要常用的 但是呢 就是说呢 你可能要找花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 比如标注直径 放进来 诸如此类的 做完毕之后的话呢 你就直接可以按确定 确定之后 你就会找到有一个我的公居列 那上礼拜有同学 还蛮不错 就是说这个地方 他找到一个就是 有的这个按钮前面没有图示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些UCS 像这边UCS圆点嘛 这个没有图示嘛 那假如说你把它拖拉过来 拖拉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呢 它就没有图示 那没有图示到时候 会变成一个空白的 那个按钮上面没有东西 那你就会不知道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 那这边要怎么去修改 那同学这个很很热心的 提供了一些方法 这边好像有一个叫 是不是按钮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做按钮 这个按钮影像 比如说上面UCS圖示圆点 那它预设如果里面上面没有 那个什么图示有没有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按一下编辑 编辑 编辑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先给它一个预设的 比如说你这边可以选一个 选一个其中一个好了 选一个飞机 再一个编辑 编辑之后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画 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随便画一个UCS UCS 简单画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图示将来 就类似像这样 把它储存 那影像名称的话 你给它打一个01 给它一个名称 储存起来 储存之后按关闭 将来这个图示有没有 它就会套用 它就会套用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按右键工具列上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底下 就会有一个 我们上礼拜就做完之后 就会有一个叫我的工具列 我的工具列有没有出来 这边应该工具列一 工具列 工具列 在这里 我的工具列就跑出来了 那在哪里呢 其实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已经打勾了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放的这些东西 就在这边显示 这个工具列 那你可以自由移动 到你想要放的位置上面去 那你会发现 刚刚画的图在这里 一个飞机 上面有UCS 这样的话 就是自己定义出来的工具 但是好处就是说 有些功能 它会躲在横里面的位置 那你每次要点都要很花时间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 或者甚至有些指令 是它根本没有显示在 你的那个画面上面 你找根本找不到 那你就可以用工具列方式 你制定出来以后 就可以很快点选 它就会达到你要的结果 这部分的话 那你把它放在上面 放在指定的位置上面 它就会显示出来 那这里的话我想 上个礼拜最后讲到工具列部分 这个大概再给各位复习一下 那工具列这部分的话 尤其是你常常用的功能 这个非常的好用 非常好用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要继续再来看 针对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列 你把这边按工具列按右键 之前我有教各位就说 在这边有一个叫实体编辑的工具列 这个工具列非常的重要 因为3D呢 3D最后你画出来的东西 几乎都是实体 那你实体要针对实体去做编辑的话 那这边实体编辑的工具列 就非常重要 原则上我大部分会放在这个位置 习惯上会放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有这些功能 包含连集、插集、交集等等 那后面还有这些功能 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来看 这些功能怎么样 应用在实体编辑上面 把这工具列先叫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试试看建立一个 你平常比较常用的一些 这一个工具列